你好 大家好 我是林伟 非常開心可以在這支影片當中跟你見面 這堂課想要跟你談的一個主題 就是網路行銷創業當中的核心三大關鍵元素 其實網路行銷、網路創業有很多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甚至是你需要創建的一些內容 但是全部無論你從無道友或者是你從一開始經營一個網站 到最後你怎麼樣透過網站去獲利、產生流量 幫你賺取源源不絕的一些收入來源 你都需要掌握這三個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核心的關鍵 這個就是網路上面你要創業、你要做行銷 非常關鍵的三大元素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關鍵的你在網路上面創業、做網路行銷的核心關鍵元素就是你的網站 無論你今天要在網路上面經營任何的事業 我認為網站都是你非常非常核心的一個重點 無論這個網站是一般的觀光網站或者是一個銷售型的網站 甚至是產品展售型的網站 或者是你只是一個主題式的網站 或者甚至你只是一個部落格 你一定要有一個這樣子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 你才有辦法開始你的網路事業、才有辦法開始你的網路行銷 這個是非常非常核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無論你在網路上面賣什麼樣子的商品 你都需要有一個網站 這時候你可能會問 老師我沒有網站 我可以上架到別的一些通路去賣嗎 當然答案是可以 但是我認為如果今天你要建立你的品牌 如果你想要長期去經營你的事業的話 你一定還是要有一個網站 因為網站才是你自己可以百分之百掌控的 你今天上架到其他的平台去賣 上架到一些開賣網站去賣 如果他今天不讓你賣 或者是把你的帳號給停權 或者是你做了某些違規的事 你的整個事業可能都一夕之間就消失了 你的那些客戶可能一夕之間就不見了 因為你沒有建立自己的網站 所以你的事業面臨很多的風險 你的客戶隨時可能會消失的 網路事業很有可能一夕之間毀滅 這個就是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 為什麼我跟很多學員講 你要做網路事業 你想要在網路上面創業 你想要做網路行銷 你一定需要有一個網站 這個是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叫做什麼 第二個就是你要有一個產品 你要有一個產品 產品也是你在網路上面創業做網路行銷非常關鍵的 因為畢竟你想要有收入 你一定要有產品 你這個產品可以解決別人的問題 別人才願意花錢給你 你才能解決他的問題 他才願意付錢給你去幫助他解決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個產品 那產品不限制於實體的商品 甚至是虛擬的商品 像資訊商品 或者是一些在網路上面提供的服務 或者是實體提供的服務 你都可以變成你的商品 重點就是這樣子的產品或服務 是可以解決別人問題的 當你的問題可以解決越嚴重的問題 解決別人越大的問題 你的這個產品的定價就可以越高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第二個關鍵 就是你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產品或服務 那第三個元素是什麼 第三個元素就是流量 OK 流量 所謂流量就是你實體到你店裡面的訪客 以網路上來說我們都是講流量 你透過別人可能在任何的地方看到你的網站的連結 或者是搜尋關鍵字 找到你的網站相關的文章或內容 它會進到你網站裡面 這樣子你的網站就產生了流量 那這些流量呢 它都是一個怎麼樣 潛在的客戶 它有可能是對你這樣子的東西有興趣 或者是對你的這個平台裡面的產品或服務 或者是文章有興趣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網路行銷上面獲得成功 或者是你想要在網路創業上面 持續賺取收入 其實是非常非常核心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去創造流量 而創造流量的根本就是你需要先有網站 先有個網站或呼嚕 不然你的流量創造的在你的Facebook上面 都是Facebook 在YouTube上面都是YouTube 在其他的他們網站也都是其他的 然後接下來你需要有一個 可以在網路上面跟人家收錢的產品 無論這個產品是一般的實體商品 或者是虛擬的資訊商品 或者是課程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一般可能在網路上看到的 提供的一些服務 這些都算是產品 只要是你可以解決別人問題 就是一個好的產品 第三個叫做流量 流量當然可能分成免費的流量 付費的流量等等不同的方式 可以透過這些流量進到你的網站裡面 幫你的網站讓更多人看到 產生更多的一些網站的流量來源 然後進而去篩選出進來的流量之後 一部分願意跟你買產品的客戶 然後這樣子你才可以產生你網路上面的收入 也才可以真正的在網路上面去建立你的事物 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核心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何在網路上面透過網站 透過產品去賺取收入 答案就是你一定要有流量 這些流量背後隱藏的含義就是你的客戶 OK?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三個今天跟你分享的元素 網站 流量 還有什麼 產品 這三大元素就是你在網路上面做行銷創業 非常非常核心的三個關鍵的元素 好今天這支影片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我們在之後的video 再跟你分享更多關於電子商務 網路行銷、網路創業的一些有價值的內容 我是林文 掰掰